《战争》 所以说战争是毫不留情的 我们都知道战场上绝大部分都是男人 女人一般都是在家看孩子或者照顾父母 基本都不会参与杀戮 如果男子在战场上立了功 不仅会奖励很多金银财宝 还能升官发财 不过他的妻子并不会得到一点的好处 但一旦男子在战场上失败了 那么女子的下场将会比男子更加残酷 在战乱的古代 如果战争中缺了粮食 牲畜又被杀完 男性就开始找寻任何活的东西 他们看向了自己的妻子 认为女性就是牲畜 他们把妻子做成两脚羊 要知道两脚羊并非是我们所理解的羊类动物 而是在民不聊生的时代里 被当作食物吃的人 可见 在古代战争之中 女性的地位仅仅高了牲畜一点 如果将士们饿了 能把女子杀了冲作军粮 有战争自然就会有失败的一方 如果有些活人被敌军抓住 就会充当为俘虏 在敌国痛不欲生 其中女人更是可怜 被敌方军队当作点心 被残忍的杀害 是属于比较轻的处罚 俘虏才是古代女人心里最害怕的事情 不穿衣服上祭坛 已经算是平常事情 所以 古代的女人一旦被俘虏 基本心里都是想着自杀了断 生不如死的感觉实在太可怕了 针对这一情况 直到1864年的日内瓦条约中 对这一残忍侮辱妇女的行为 做了明确限制 条约的内容为不得屠成 不得伤害 平民百姓 更不能能兼淫妇女 允许你听了这一条约 兼你少许有些安慰 觉得妇女儿童终于不用再受侮辱之痛 但这仅仅是一纸文书 根本没有多大的效力作用 白纸上写得倒是清楚 一到战场上 杀红了眼地是 兵们哪还记得 那所谓的条约 一条条疯狗又开始了对女人的侮辱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有名气的皇帝 宋徽宗 因为一件事情让后世的人都记住了这位皇帝的名字 这件事情就是靖康之变 当宋朝被金军全面贡献之后 新军的人不仅把皇帝当作俘虏送到金陵 而且将皇帝的妃子甚至皇后公主都尽数当作俘虏送到了敌军的老窝 一路上宋朝的妃子们心惊胆战 被侮辱是常事 一位皇后心里实在受不了 在路上就自杀身亡 懦弱的皇帝也不敢说些什么 更不敢自杀效果 只想保住自己的命 如此多曾经高高在上的女子们 在皇宫中都是犯来张口的存在 马上就要被沦为奴隶 更可怕的是 她们在金陵之中还要进行一种仪式 仪式的内容是让一个个上身不穿衣服的女子 一个一个排着队从金军将士的眼中走过 一旦哪个被看伤 接下来肯定不会好受 所以很多女子早就选择了自杀 和被人侮辱相比 自杀这种方式反而变得轻松了许多 女人在古代已经变成了牲畜类的存在 有些人就专门喜欢吃女人 手段极其残酷 这些人根据女人的分类 将食物分成了三六九等 而且她们还有自己独特做食物的方法 她们把年轻的女子放到缸里 用小火慢慢烤 想想都很残忍 这种行为在古代一般是很常见的 女性地位自从南宋开始就变得逐渐低下 究竟原因 其实是因为当时生产力的原因 因为女子在古代并没有什么用处 男子在外可以耕田打仗 女子只能在家里被当作一个物件 所以地位自然是十分的低了 如果一个朝代的男子都是弱不禁风 在战场上根本敌不过人家 那么这个朝代的女子就会遭到各种残忍的折磨侮辱 她们甚至将女子视为自己发泄的工具 在古代如果不分性别 其实都是人 并不存在什么低人一等 但是女性终究是太弱了 如果想自己不被欺负 就一定要勇于反抗 敢于拿起手中的武器做斗争 所以自己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卡丽 录中华民族的设计 华民族的独末 发生了 顶列 队 随便